人天年道 如果把教育丢掉了 这个年道的麻烦就大了 现在人间把教学丢掉了 整个社会混乱 天上怎么样呢 我们曾经听说 北朝鲜的山神 以前曾经跟 长春伯国兴隆寺的 常会法师有过往来 常会法师告诉我 肯定不是王语 山神告诉他们 他问山神 你们当山神当了多久了 他说三千多年了 常会法师问他 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 他知道 为什么你不亲近佛陀跟他修佛 这迷惑不知道啊 现在想修佛了 迟了 找一个好的老师都找不到 就找到他了 他问他天上怎么样 在天上也不怎么样 大概就是我们人间造的这些物业也染污了天堂 可不可能 可能 为什么可能 我们念了 鲜首大四地 忘经还原观就知道了 我们这边人齐心动念呢 天上这个信息全部收到了 可是这些信息全是负面 天人烦恼没断了 习气还有啊 只是比我们淡薄一点 但是我们这些物习气加持它 它那个淡薄就变成浓厚了 所以说天上也不怎么样 想来想去 还是极乐世界好 发心求生 这是正确的 山神不错 善根相当深厚啊 那这八个代表 到中国也没请到老师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去了 留在中国 做护法人 这就是说明 人间天上 遍法界 虚空界 什么是最重要 教学最重要 我们中国老祖宗提出这一句话 建国军民教学微信 这是离记 学记上的一句话 离记成书 过去的 过去多少考古学家 告诉我们 最晚 也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完成的 这就说明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佛教还没到中国来 我们老祖宗已经 知道这个问题了 教学重要 这教学危险了 教学的重要 我们有理由相信 老祖宗重视这个问题 真正把他葬作一桩大事来做 在中国 我相信 不止一万年 虽然中国文字只有四千五百年的历史 以前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 不能说没有文化 老祖宗决定懂得这些东西 而且教学的理念 教学的内容 与佛法几乎完全相同 再看看 现在世界 许许多多族群里面的神人 宗教里面的创始人 没有一个不懂的教学重要 我们在大臣经 你们看到的 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一个不讲经教学的 他们自己成正觉了 正得妙觉的国位 常住在 是宝徒 为什么 要教学 不教学 就回常吉光去了 回常吉光 也没休息 还是在教学 与一切众生感应到教 众生有感 他就有印 硬献什么身 就献什么身 应该说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献身说法 都没有起因都念 自然的 就发而入实了 如果把教育 收获了 灾难就先进 过人 把教育收获了 过人的灾难 你不是身体不健康 就是外面麻烦 但实际很多 我们实际很多 感谢观看